Hello 大家好 我是長領兒 最近的天氣 哇 凍到死了 這麼冷的天氣 當然要留在家裡冬眠 雖然說是冬眠 但也要有一點點活動 在家裡最大的娛樂就選擇玩遊戲 但手腳又冰冷 怎樣玩遊戲呢 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準備了冬眠三寶 第一寶就是它了 它是暖風機 每次我進到房間 開行暖風 關門 那種興奮的感覺 最適合睡覺和玩遊戲用 第二件事 說到玩遊戲 怎能少得我們的PS5呢 還有一大洞的PS5碟 等著我去玩 再加上 現在有這個PlayStation Plus的出現 真是非常多遊戲裝 但我買這部遊戲的容量這麼有限 那怎麼辦呢 當然就是升級我們的SSD插槽 經常產遊戲 裝遊戲 產遊戲 裝遊戲 都沒有辦法 每一次的下載遊戲 就是每一次的等待 你說浪費了多少時間呢 這麼冷的天氣 下載都冷死了 所以今天我們又來升級到PS5的容量 如果有看過我以前的影片的話 都應該知道我已經有插機的經驗了 暖爐第一寶 PS5第二寶 第三寶 就是我們的SSD 它就是NECTEC最近推出的NV7000 今次我開這隻NECTEC的NV7000 它是有HITSYNC 和2TB的Version 詳細的規格 一邊開箱 一邊和大家訪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NECTEC NV7000 M.2 SSD 可以說是暫時性價比最高的旗艦級SSD 它採用了PCIe 4.0的通道 NVMe 1.4協議 精選3D NAND Flash 4粒 讀取速度高達7200Mbps 而寫入速度高達6800Mbps 性能十分出眾 除了性能好之外 為了解決PCIe 4.0散熱的問題 NV7000採用了金屬複合馬甲去散熱 還有一個智能溫控的技術 軟件和硬件結合 保證性能能夠穩定的輸出 這樣我裝遊戲進入這隻SSD上運行 也不需要擔心過熱而影響遊戲的運作 很簡單一個小小的盒子 裡面就已經裝了我們的SSD 今次的SSD採用了一個很厚的熱性 但這個熱性的高度 應該是剛剛好可以裝到PS5上 拆蓋方面 超級簡單 我已經是Expert級的了 PS5的LOGO在這裡 我們只要捉住它 向外一推 這樣就能夠開啟了 突然之間就能夠開啟了 唉 不過呢 我開錯的位置不是這裡 是反著背面 所以呢 NG了 我們再製作 應該是CD位這邊才對 CD位打對角 這個位置 輕輕掀起 向外人推 啊 啊 飛了一張SSD出街 為何我這次升級這麼多NG 好 CD位輕輕一推 唉 好像今天沒有吃飯 主機蓋就開了 這個插槽位 就是SSD位 現在一個 不要開錯地方 插槽個褲袋 螺絲批已經準備好了 再插槽個褲袋 SSD也準備好了 那我們來 開蓋儀式 一隻單手就已經做得到的 升級了 好 扭開一顆螺絲 然後我們 搖一搖 整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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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又要做一個 量度的位置 我們量度的位置 它是80cm的 我們量度的位置 它是屬於80的插槽 我們先扭開它 原生的螺絲 先扭開的螺絲 千萬不要扔掉它 然後就安裝了SSD 好 這裡拍下去 聽到這個 踢一聲 你看到那個高度 跟本身的SSD插槽位 是剛剛好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螺絲 對回它 唉 整個工作 我都是 單手操作 不用怎麼看 已經升級好 這麼簡單的步驟 沒理由大家都不做 只要做了這步驟 2TB輕鬆安裝 不需要再亂刷遊戲 這麼麻煩 何樂而不為呢 好了 整條SSD 完美地 好fit的 已經安裝了上去 給大家看看 它的高度 是完全沒有凸出來的 這個金屬外殼的散熱效能 應該是不錯的 我也不建議大家買一些 沒有熱性的SSD 因為如果沒有熱性的SSD 它的散熱效能是比較差的 玩起機上來 如果玩久了 它過熱的話 就會很影響整個遊戲的運作 好了 我們就把這塊外殼 卡上去 然後就把我們的螺絲留起來 哇 整件事 很完美 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底蓋 放上去 這裡 一卡 搞定 很輕鬆地 已經和大家升級好 PS5 我們立即入遊戲 把SSD格式化 還有試一試它的loading速度 各位 我們鏡頭一轉 來到遊戲機畫面 就已經看到它需要 進行M.2 SSD格式化 因為它不格式化的話 就用不到SSD 所以我們一定先按一下格式化 這個格式化應該是相當快的 好 它後面我直接玩了一陣手機 它已經直接幫我安裝好了 你看到它的讀取速度 就有寫的 6292mps 我上網看NATED的NV7000 它官方寫的讀寫速度 就是6800mps 相差大概500mps 這個就不大影響 好 你的M.2 SSD已經格式化了 我們今次測試的對象 就用Elden Ring來做測試 現在你看到 我這隻Elden Ring 是安裝在主機儲存空間 即是原生PS5的SSD 眾所周知 原生的PS5 SSD 是非常之快的 到底NV7000 是否有拍得住它的速度 甚至乎比它快 我們來試一試 好 我們在用主機儲存空間來做測試 看看它的讀寫速度有多快 我們一按 又是用土砲的方法 它一開始 我就會按這個計時 好 大概 雖然有些不太準 大概 用了4秒左右的充電時間 非常非常之快 然後我們現在出去了 把遊戲移動到想要的M.2 SSD 把這個Elden Ring轉到我們的M.2儲存空間 轉的時候也順便測試一下它的速度有多快 我們確定要把這個遊戲移動到M.2 SSD 好 接著看轉移了 轉移速度 哇 超級快 30多秒還跟你轉到這遊戲 超快 大家從這個畫面都看到它的寫入速度都無容置疑 非常之好 好啦 轉眼間就把這個遊戲轉移到M.2 SSD的儲存空間 那我們又開遊戲 進去拌拌 看看4秒內能否突破呢 好啦 那我們同樣地用回剛才的角色 我們一按讀取檔案 就會立即計時一下 OK 好 哇 真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快一點點 我想快了零點幾秒 大概3秒5左右 我就看到它已經在黑畫面撈完 那個速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對於這個主機儲存空間那裡 所以大家絕對可以安心使用這個SSD 好啦 各位 那這次Neptad的NV7000開箱就來到這裡 其實Neptad這個系列我一向都挺喜歡的 如果用三個形容詞去總結的話 我會說是實用、美觀、性價比高的 它賣的SSD、RAM等等的產品其實都是便宜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去觀看一看 而我下面info box都會有詳細的網址和內容 去推介Neptad的系列給大家的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去看 好啦 今次的開箱就來到這裡了 我是陳丹兒 喜歡看這些開箱的朋友記得按LIKE 還沒訂閱的朋友記得訂閱 每晚10點我都有機會跟大家進行直播 用這隻SSD 用PS5來跟大家直播 好流暢的 我們下條開箱片見 Bye Bye